一部名著会为我们开了一扇别致的窗,可以放尽风日,可以看到月光,也可以远眺绝山,听世界的回响,欢迎你走进好书解读。 今天我为您解读的是人性的枷锁,此书的中文版本大约52万字,我会用大约27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先为大家简单做一个作者介绍,威廉、萨莫赛特、毛姆,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 毛姆原始医学系学生,后转而致力写作,他的文章常在讥讽中潜藏对人性的怜悯与同情。 人性的枷锁,是其毕业生心血巨著,也为他奠定了伟大小说家的不朽的地位。 毛姆被称为英国的莫伯桑,他一生著作甚多,除诗歌以外的各个文学领域,都有所涉及,有所建树。 他共写了长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剧本三十个。 此外,上著有邮寄回忆录文艺评论多种。 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短篇小说,文笔质朴,脉络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跌宕有致,在各个阶层中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 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不少小说还被搬上荧幕。 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之一。 一百多年后,我们往回看,却发现,他在社会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学领域的成就,远远高于他在医学上的成就。 主要原因就在于乌合之中。 这本书乌合之中这个词,在汉语里头是带着贬义的。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人性的枷锁》。 那些我们从出生开始便不可或缺的东西,例如爱情、亲情和信仰,是否在带给我们幸福与痛苦的同时,变成了困住我们人生的一种枷锁。 一谈到命运的不幸,大家似乎都有一些共鸣,比如很多天生残疾,身体不健康的孩子, 比如说家庭贫困,梦想受到限制,或者是工作的不顺,恋情的坎坷,都很容易让人产生自己很不幸的念头。 大概每个人都想过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或者是怎样才是我们应有的人生。 而人性的枷锁,就是作者毛母以半字转体的形式,讲述自己这些年对生活的感受和反省,对人性疼痛,爱清醒的领悟。 他用他的前半生告诉我们,人生枷锁,其实在于寻找其意义。 生命的意义在于,你如何正确,看待,何为幸福。 再来看一看,书名人性的枷锁,被锁住的人性,被困住的人生,这个书名用来形容书中主人公迷茫痛苦的三十年,再合适不过了。 文中主人公菲利普,天生博足,年幼的时候又失去了双亲。 不难想象,这样的孩子总是要带着深深的自卑和苦难长大的,后来这几端恋情也让主人公痛苦万分。 毛姆曾在文中这样描述世界上最大的折磨,也莫过于在爱的同时又带着描述了尔菲利普,童年的音域和作者本人的童年非常相像。 他用一个旁观者的口吻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 这本书的作者威廉瑟姆瑟·泰·毛姆是英国小说家,据作家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海德铺大学毕业。 1892年至1897年,在伦敦学医,并取得了外科医师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赴法国参加战地急救队,不久进入英国情报部门,在日内瓦收集敌情。 一生去过大半个地球,写过许多游记和经典文学作品。 他的作品去采广。 广泛,洞悉人性思想深刻,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 1965年12月16日,毛姆与法国病逝,享年91岁人性的枷锁。 正是毛姆中年时期的作品,处处透露着作者对人生艺术信仰的深刻探讨,也奠定了毛姆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呢,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主题在于,枷锁分别为情感枷锁,宗教枷锁,以及生活枷锁,采用叙述的形式,塑造出性格丰满,富有感情的主人公。 菲利普透过菲利普的生活,展现出一幅宏大的社会画卷。 全书讲述了菲利普的幼年时代,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那么我们就围绕着三个人生阶段,具体分析书中的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是幼年时的菲利普的心酸遭遇,以及宗教信仰事件对他的心灵的冲击。 第二个重点是,菲利普成年时对宗教的客观看法和他非常坎坷的爱情历史。 第三个重点是,当菲利普面对爱上自己的女孩时,引发出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他的最终决定后,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菲利普虽然天生残疾,带着他的思想清醒,就像是我们年少时期的班级里那个最为孤僻敏感的同学。 他自幼失去双清,由他的伯父伯母吧。 他太大,伯父是一位牧师,对菲利普管教严格。 但是伯母呢,对他很好,让他自卑的童年感受到了母亲的关怀。 菲利普在充满宗教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伯父伯母希望他成为神父,不顾他的兴趣爱好,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学习神学。 菲利普很聪明,也很有学习的天赋,但是在一群同龄人中,他是孤僻的,特殊的,残疾的。 所以他注定被欺负他们,模仿菲利普,走路拉扯他,对着他大叫大笑,常常把他弄得满身使伤。 他在学校里受尽了嘲笑和孤力,给心灵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小孩子对新鲜东西的热情总是很短暂,很快呢,他们就对菲利普的博足失去了兴趣,就像是慢慢接受某个肥胖的孩子,或者是红发的孩子一样接受了他。 但是这种欺凌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像幽灵一样随时缠绕在菲利普的身边。 时不时的一两句冷嘲热讽,就足以让人心差。 直到菲利普十二岁那年,学校里突然掀起了信奉宗教的热潮,再听不到有谁骂人,或者是欺负别人。 低年级学生的调皮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年级比较大的孩子们就使出了自己年龄上面拥有的那点优势,强迫年纪小的人改恶从善。 因为周围人的耳濡梦然,菲利普开始非常相信宗教。 周围人的种种观念和言论,让他觉得宗教是无所不能的,并对此身心不疑。 有一天晚上,菲利普看到这样一段话,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圣诞节回家。 菲利普询问了伯父这段话的意思,伯父告诉他,只要心成,无论希望得到什么,上帝都会成全你。 菲利普开始无比虔诚地希望,上帝能够治好自己的脚,在这十九天的假期内,于是每天他都祷告无数遍。 他以为舒适的祷告环境会让造物主不快,所以说,每天都跪在冰冷的地上,穿着单薄的水衣祷告。 他以为这些苦难就是给上帝的祭品。 年幼的,菲利普觉得上帝能轻易地把大山移走,治好自己的腿,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但是十八天过去了,他的腿还是老样子。 菲利普以为是自己不够成亲。 最后一天,外面大雪纷飞,他把地毯移开,赤身裸体地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 但在第二天,他的腿还是没有好。 他不知道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诚心,并心生怨气,觉得伯父耍了自己,从此对宗教产生了质疑,再也不身心不疑了。 儿童时期的菲利普以为人生就是对上帝诚心祈祷,可惜上帝对他的祈祷没有回应。 菲利普也从失望中明白,宗教是喜欢的。 这成为了菲利普,后来不顾伯父伯母反对退学前往德国的导火索。 菲利普一直是学校的优等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还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影响。 不可否认,他有足够的实践力,说天真也好,执着也好,不管希望多么渺茫,至少他去做了,并且非常努力。 这种精神,不管是在一百年前还是在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时代,很多孩子已经很早熟,他们不会在心中再存在什么信仰。 很多有希望的事情,也很容易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 这其实呢,是另一种被锁住的人生,这是比被宗教锁住更为让人探望的事情。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幼年时期的菲利普的辛酸遭遇,以及宗教信仰事件对他心灵的冲击。 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菲利普长大了一些,有了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 他开始非常想挣脱现在的生活环境,觉得现在学校里的生活无比枯燥发味。 也许是青少年时期的到来,让他开始叛逆他人生头一次有了反叛精神,不顾伯父伯母的数次教导和反对,依然决然离开了寄宿学校,去到了德国求学。 菲利普对此感到非常满足,觉得这是自己想要的自由。 他终于有一次不用受别人的安排,自己选择人生。 在德国,他认识了很多人,叫他数学的有趣的人,也有落魄的年迈的老师。 其中,笔墨最多的是美国人维克斯和英国人海沃德,他们的思想和以前周围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菲利普以前的生活环境离不开宗教,别人都说不从国教者,尽是此邪恶凶险之徒。 可是,维克斯尽管对他菲利普所信仰的一切事物都表示怀疑,却过着几株图般纯洁无暇的生活。 菲利普以前并没有从生活中得到多少温暖,但是现在遇到了乐于助人的维克斯,却被他所打动。 有一次,他因患感冒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维克斯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在他身上,菲利普看不到半点邪恶和凶险的影子,只看到了他对朋友的友好与关爱。 这让菲利普知道,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做到既有德性而又不兴奉国教。 而海沃德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能写一首好文章也颇善于言谈。 菲利普觉得自己太过于浅薄无痴,在海沃德的影响下开始读很多书,也让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开阔。 在海沃德和维克斯的影响下,菲利普对神学越来越质疑维克斯的乐于助人,让他明白,人生并不一定要依附于信仰之上。 不信奉国教的人,照样可以好好生活,心存善念。 可以看出,毛母描写宗教方面不喜欢夸夸其谈。 他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当时的社会提出质疑,而海沃德是一个一心追求艺术的人。 菲利普受到了他的影响,采取道,法国学习绘画,不过海沃德虽然对艺术天赋很高,但是只会说并不擅长付出行动,在艺术上耗费了自己的青春。 人到中年依然没有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云云众生中庸碌一生的那一群人。 之后,菲利普与年近四十的威尔金森小姐产生过一段短暂的情缘。 威尔金森小姐住在柏林,是为牧师的女儿。 父亲死后,威尔金森小姐被迫自谋生计,先后在法国和德国许多地方当过家庭教师。 威尔金森小姐对菲利普很友好,她对菲利普说,让别人以为自己生性放狼,是她的平生夙愿。 她只是菲利普情斗初开始意识冲动,喜欢过几天的人,她同他亲吻,但是心里总是对她的年龄心存芥蒂。 也许是荷尔蒙作祟,菲利普真的为她心潮澎湃过一阵子。 情人眼里出席时,当时她甚至觉得她脸上的皱纹都是美的,她身上的香水味如此美妙,她看上去好像只有26岁一半。 菲利普看上去热情冲动,其实呢,是在虚长生时,她在扮演分流情众的角色,在威尔金森小姐面前吹嘘自己是一个情感老手,这大概是很多男孩子年轻时候干过的事。 在与她同床共振后,菲利普在给海沃德的信中把威尔金森小姐描绘成一个美丽的18岁少女。 随着日子的推进,菲利普的假期也快要结束了,但是威尔金森小姐越发感到不安,整天一泪洗面。 一开始,菲利普会心软,但是后来,她越发对她的眼泪感到厌烦,因为她已经循扬半老,却整天哭哭啼啼。 假期结束后,菲利普回到德国后,脸和她逐渐停止了通信。 看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觉得呀,菲利普是一个十足的复兴汉,但是上天总是公平的。 他伤害过别人,尽管他不是故意的,也总会受到惩罚。 之后,菲利普到伦敦成为了一名会计学徒,但是他似乎很容易对生活感到厌倦,很快又去到了巴黎学习绘画。 他一直不断地在寻找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却总是不尽人意。 在巴黎学习绘画的两年中,菲利普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家都不再像小孩子般幼稚。 菲利普也没有再因为自己的慢热和孤僻受到大家的孤立。 菲利普慢慢明白,自己在绘画中实在没有什么天赋,就算再继续努力下去,也只会成为一个二流画家,成为自己现在看不起的画室里的庸庸碌碌一生的人。 而伯母的死讯传来,菲利普回到了英国,并决定去伦敦学医之后呢,菲利普在伤害了威尔金森小姐后,遇到了自私庸俗的米尔德,在这段感情中备受折磨。 但是米尔德也让菲利普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菲利普慢慢变得成熟,盲目的爱情是毒苹果,温暖的爱情才会让人幸福。 菲利普是因为陪朋友去追求米尔德,才认识他的。 最开始,菲利普觉得米尔德身材点评,放在巴里绝对是不会有男人看一眼的,那种女人对他非常不屑。 这还不算,这个长相平庸,身材平庸的女人还非常的自敏清高,言语刻薄,让菲利普心生厌恶。 但是菲利普的自尊心很强,越是对他爱大不理态度傲慢,他就越想要征服他。 菲利普对于米尔德的态度,从厌恶慢慢发酵成迷恋米尔德不爱他,一次次用拙劣的谎言欺骗他,还加上了侮辱的成分。 在他需要菲利普的时候,就甜言蜜语,哄骗他,不再需要他了,就残忍地背叛。 但是菲利普在这段激恋中越来越沉迷,甚至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步。 他开始不要自尊,那种一定要得到米尔德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他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因为爱他才这样,还是因为纯粹是自尊心作祟了。 到后来,菲利普居然同意给米尔德钱,让他去和情人循环作乐。 可以说,他的痴情已经到了一种失去理智的地步。 此时的爱情的枷锁已经牢牢地牵制住了菲利普。 但是后来,菲利普还是没有得到米尔德的放心。 他离开菲利普和别人在一起了,在怀上了孩子之后又被抛弃了,回来找菲利普。 当时,菲利普已经投入了女作家诺拉的怀抱,但是米尔德一回来,他就和诺拉分了手,开始努力地接济米尔德的生活。 他对米尔德的执念真的是太深了,尽管他一次次发誓,再也不爱他了,却总是做不到不去想他。 菲利普明知道米尔德是一个卑贱的、虚荣的人,但就是不能从这段痛苦的爱情中挣脱出来。 好景不长,米尔德又爱上了菲利普的朋友,再次离开了他。 之后,菲利普再次在街头遇到米尔德的时候,发现他再次被抛弃,成为了妓女。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爱米尔德了,但是由于怜悯或者对他残存的一点温情,他把米尔德带回了家,照顾他,为他提供食宿,但是却拒绝和他发生肉体关系。 在一次引诱未过后,米尔德恼羞成怒,毁了他的公寓,离开了菲利普。 他这些年来毁掉的不光是菲利普的公寓,还有他的财产更是他的青春。 后来听说米尔德的孩子已经病死,他也再次沦落封尘。 菲利普对此则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再寻找爱情,就如此单身了一段时间。 菲利普宁愿在这个乏味的女人身上耗费那么多的欣喜和感情,宁愿被一次次伤害,却不能选择和别人开始新的生活。 这跟我们的生活一样,很多人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个像米尔德这样的人, 他或许很普通,很差劲,他可能会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杀害你。 但是你就是爱他分开了以后,你也会想念他很多年,不光是在男生身上,这样很多女生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其实呢,这是因为自尊的触底反弹,我们很可能是因为头一次被这样伤害,这样对待,才会对这段恋情耿耿于坏,无法释坏。 菲利普也是如此,他的先天不足,没有父母以及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使他成为一个敏感自卑的人。 所以,越是被伤害,他就越不甘心。 而当菲利普拒绝了米尔德后,可以说他因为先前的经历,在拒绝米尔德的同时,也把爱情视为了自己人生的其中一个枷锁。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菲利普成年时,对宗教的客观看法和他非常坎坷的爱情历史。 下面为你来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由于菲利普投资失败,伯父再也不与他经济往来。 菲利普流落街头,伯父却对他不管不问,让他经历了真正的绝望。 当时他心里对伯父是充满仇恨的,甚至想让伯父快点去世自己,好继承他的遗产。 但在后来当面对栖息奄奄的伯父时,又伤心不已。 文章中这样说,人变成禽兽,终究还是很难的。 在他身无分文的那段时间,是他当实习医生时的病人收留了他,然后他爱上了病人的女儿沙利。 在沙利的信息关怀下,他也开始渐渐成熟。 后来菲利普振作起来去工厂上班,他觉得这份工作很讨厌, 但是在战争年代之前,坚持在巴黎学习绘画的同学,有的都饿死了。 失业已经是普遍现象,菲利普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沙利拒绝父母的安排,依然选择和菲利普在一起。 可见,他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有勇气的女性。 当时的女性多为男性的附庸,但是沙利主动学习缝纫,可以自己挣钱。 虽然就菲利普所受的教育和人生经历来看,沙利和他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他具有的这些美好品质,让饱受伤害的菲利普感受到了温暖。 沙利足够纯真,也很乐观自立,使他的这些美好品质让菲利普最终选择了他。 而菲利普也因为沙利放弃了自己环球旅行,追逐纯粹自由的梦想,找到了人生停步的岗位。 在经历了这么多后,菲利普明白,大多数人都是被欲望驱使了动物。 他们的人生只是为了享乐,可怜可悲,也可憎某某,通过菲利普这个人物向我们传达出他想表达的枷锁意义。 如果一个人一直浑浑噩噩,从来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他就和动物没有区别。 我同意这一点,通读全文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菲利普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选择老师,当一个医生,也和嫌弃类型的沙利,选择了共读一生。 这是不是与他心中追求自由,摆脱枷锁的梦想相违背呢? 文章中以人生毫无意义一句话来形容,我们都是云云众生中非常渺小的一员,大多数人的人生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 但是他们也值得被书写下来,成为他笔下的艺术。 从全文某某描写的很多个普通人的片段中就可以明白,人生毫无意义是在一个人可以派你放浪,去追求自由,也可以安稳度日,平淡过完这一生。 所谓的枷锁只是年少时的一种反叛,一种对人生规则的敌视思想,在刻意追求自由的同时,其实也就陷入了另一个名叫自由的枷锁。 这时候,枷锁所住的不是你的人性,是你的灵魂。 当你解放了自己的心灵,随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去刻意地追求自由,那就可以得到幸福,枷锁也就不存在了。 文章最后终结于一个温暖的画面,虽然本书的作者毛姆晚年凄凉,但书中主角菲利普的人生也算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全文不算是励志小说文中的主角,也没有任何的主角光环。 这是毛姆先生酝酿了十年的一本半字传题小说。 从中读到的不光是这个故事,更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窥见某某先生,人性中的真与善。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了解到菲利普童年的心酸经历和在经历了信仰的痛苦后对宗教的完整看法, 以及在经历了宗教事件后对菲利普人生方向的影响。 其次,我们了解到,常年菲利普对宗教梦想的完整看法和他在懒惰虚荣的米尔德身上浪费了时间, 以及为了这段爱情所受了痛苦。 和菲利普在经历了米尔德数次背叛后, 菲利普虎对已经怀孕的米尔德做出了最终决定和后来在追求人生意识对爱情的看法。 最后我们了解到,菲利普在经历了无数波折后, 面对真爱伴侣沙莉的反应和他在放弃了自己环球旅行选择和沙莉一起生活后对人生意义的看法, 以及毛母在书中表达的对自身经历领悟和对人生美好解决的期望。 人性的枷锁,讲的就是一个人不甘平凡, 拼命逃脱,经历堕落,沉迷爱情,迷茫彷徨, 最终找到了自己人生得意义的过程。 初读这本书,就被毛母一如既往细腻深刻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在阅读中更加体会到,带着枷锁的有何指菲利普, 菲利普又何指是菲利普? 菲利普的很多经历都和我们某些经历有着相似之处,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枷锁始终存在, 有些来自他人,有些来自自己。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菲利普, 我们都有着迷茫懵懂的青春少话, 都在某个阶段有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和心得, 恭喜您又学习了一本书。